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世间和平多过于争战 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 愿世间情绪多过于浅满 愿世间感慨多过于淡满 愿世间疗伤多过于浅满 愿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愿星亮如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虽愿聚散 虽愿阳万物都会关 路由无量的语言 《天~!无量的语言》 演唱中 上间 《天气剣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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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当然这个庙宇长老找佛陀了 佛陀就跟他讲了 这个法门只要念了慈金刚还阴如来 那另外一个翻译叫慈金刚 大阴身如来都可以 然后念诵了这个余宝陀罗尼 那么自然就有后面的不可思议 等等等等 那我想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的生命是归佛陀 归命佛陀 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状态 这么大的灾难 这么多穷人这么多生病 那是只能相信佛陀了 对不对 佛陀叫我们这样做 还真的这样做 那当然这个经典就像一个故事一样 佛陀有这个真实的当时候的故事 然后呢 让我们生起信息 就像我们奇宇宙啊 这两天无音也确温神咒啊 不管各位所认识的这一些 你都可以拿来真心的相信跟实践 所以各位还是这句话来 不要担心 不要忧心 只要有信心 有悲心 这样就好了 那我想事情是一个变化无常 但是这个变化无常也要 如何你找到一个真理跟一个动机 这样就好了 所以金刚经教我们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那这些 对外的这些 比较啊 分别啊 活得长 活得短啊 人我是非啊 这个也要放 因为我们维持真理 因无所住而生起心的 维持真理 这个比较重要 也比如说 法师就不会得癌症 法师也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那这个意外的事情 各位你把它 把这个事情当做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你怎么去面对就好了 那我们明明故意三宝啦 体无常啦 到此砍过来啦 那会死是消业障 不会死呢 那是不可思议啦 两边都接受叫空性啊 你不能说 我只要一 我不要二 那就是强烈的我 只会痛苦 诸法无我 我们是借假修正 在这个世间 能不能把这个我消除掉 我常常喜欢讲 死亡之前的死亡 在这个肉体存在的时候 把生命的缺点 生命的畏惧 恐怖 颠倒妄想 把它消除掉 你千万不要说 我一辈子吃素 希望不要得癌症 这谁也不能发 因为这个得癌症 不是光你这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还有类似 类似的因缘 那只是说 我们这样子做 希望有这个资粮 能够达到一个 心无怪的 无怪的骨 能够接受 不但能够接受 还样证了智慧 让我们有悲心 能够去利益众生 对啊 那又多罗三秒三不体 这就是唯一最重要的 好 我们就开始 一开始站 我们用念的就好 好吗 但是这是一条 那经文很浅显 而且佛陀又请了阿难 去妙月长者家看 还真的看到了财宝无量 但是这个重点 除了帮助贫穷人 更消除了他们的病苦 那这就是佛教的慈悲方便 那我想这些人受到了帮助 那他们进一步 一定会皈依佛法 因为妙月长者也会跟他说 我本来钱都布施完了 因为我去面对 面见佛陀 佛陀告诉我们 念这个慈金刚还应如来 加上这个咒语 那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时间 你真的要发财 那就被长咒吧 我们就发给你薪水 靠你念 但是各位平常没时间 那就念这个短咒 所以翻过来 心真眼月 那普遍我们都念这个 那大家就会比较整齐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三称南摩词 金刚还应如来 那生起什么心呢 就是妙月长者的心 妙月长者他真实的 用他的财物啊医药啊 真实去种这个因 帮助这些穷人 帮助到他没钱 第二个 这生起什么心呢 那就是对佛菩萨的信心 因为这个咒 这个佛号 是佛亲口所说 而且念了这个咒 所以生起这个信心 有这种所谓的 法界缘起力 真的你去帮助了 你不能说 你从来不布施 然后你就一直念这个咒 我看钱能不能挤出来 那什么 就是就像种子 你所种的善根 善因就是一个种子 那这个种子 种下去了 你呢 都给它撒大杯水 然后呢 诸佛菩萨就像这些 空气啊 矿物质啊 这个法界力 那它就会长出 很好的水果 但是如果你开始 没有种这个种子 福田 那是没有办法的 当然最主要是一个悲心 所以我们要有妙月长者的这种 这种布施的因加上悲心 再加上对佛的 这样子的信心 而且得到这个法 它去实践 但是它实践不是为了仓库多钱 它就是希望不断的不断的 大杯不断的 帮助更多众生 那我想就这样就有了这部经 所以念一下 那么持金刚海阴如来 那么持金刚海阴如来 恩我塞得你三不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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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叫观想 凡是在利益这个世界的 所有的善心人士 慈悲道场 不分各种宗教 他们的钱就像下雨一样 下在他的宝库 就像前两天 我们大家都随喜 比尔盖茨出了五百万美金 对不对 我们希望他多了五千亿美金 因为他有钱就可以帮助 当然很多人为这一次的 包括过去的各种的需要 包括各位刚刚 有没有供养到色拉茄 哇这下舍一得万 而且今天有个五 以保陀罗尼 那哪一天你可以帮助 所有的修行者 对不对 不分教派 只要这些善心人士 要帮助的 包括学校 我们都有福报去帮助了 所以你要升起这个心态 所以说不是光为自己 愿所有贫穷疾病者 都得到帮助 愿帮助的人资粮都够 愿我们自己也能够有这个福报 因缘愿力 永远不断地去 源源不断地去帮助别人 所以各位你放心 你只要负责一个悲心 然后呢 十方诸佛的资粮你都拿得到 因为佛菩萨所有的功德 他就是要交给一个真实学他的心的人 要去利益众生的 所以就像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那等于极乐世界是你开的一样 阿弥陀佛是你请的一样 对不对 那阿弥陀佛会按照你的愿力 真实来接引这个众生 修业障往生进入 所以我们只负责这样的心态 讲就够了 所以来 念一下 那一开始我们用唱的 特别今天初六大家开工 因为大家发财 发了财以后 帮助世界 帮助贫穷 昨天澳洲有一位居士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要寄两千个口罩给我 所以 我说台湾应该还好吧 你就直接寄大陆好了 但是他说寄过来 好吧 我会帮你想办法 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送 但是至少尽力了吧 对不对 尽力了 所以各位偶尔 你可以多买十个口罩也好 二十个口罩也好 然后就跟人家结缘 尽力而为 然后针对刚刚我们 撒纳起来的尊贵的格西 就在修这个消除肺炎的修法 那家随喜功德 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报 他们的认真跟专业悲心 我们大家各尽其力 所以也希望这一次的问题 有更多的金钱来找出消除病苦的方法 也有更多的找出消除病苦的原因 所以除病发财 然后也希望大家针对这个事情发愿 就像刚刚我们站乐视 给我说一件事情 有一个老人养了十一只 九只还是十只牛 然后他要杀掉了 隔壁的寺庙就跟他说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杀掉 我找我们师父 去给你买下来 原来还是我们出钱 当然说这个也是好事吧 但是我们现在是跟他说 希望这个钱他比较合理一点 然后那些牛就在原地养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原地养你当然还要付 养护费 饲料费 因为牛那个场地不错 送到我们福生园 有时候我们福生园太小了 而且我认为牛移动的过程 一定会有伤害 那现在就祈求 持金刚 海英如来 加持 可以买下来 而且可以持续的照顾这些牛 而且照顾牛的人也很有悲心 那我希望这个愿能够圆满 那当然要有资粮 有资粮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想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善事 所以我们负责这种悲心悲愿 诸佛菩萨就负责 把功德给我们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负责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事物 所以来念一下 然后你在念的时候 你要相信这个力量在你的心里面 然后对境 你在念这个对境 就让这些需要钱的 要离开病苦的各个慈善团体 各个慈善 都能够满怨 它的仓库充满了这些黄金珠宝 一切资粮 来 哦瓦瓦瓦瓦瓦瓦瓦 哦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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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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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哦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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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哦瓦瓦瓦瓦瓦瓦瓦 哦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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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噢哇塞多尼莎婆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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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就自己默念观想念满一百零八遍 那么慈金刚海映如来 当愿众生 永离贫穷 无有病苦 无有传染病 富贵自在 皈依三宝 深信因果 法菩提心 同诚佛道 戴亚塔 叛战者 阿摩